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和大家说这个下周开始的打怪活动 活动7天限定时间内 去打和自己角色等级相近的暗 不死属性怪物 过目了怪物清单 最适合打的不死怪是 邪害战士、僵尸、暗黑祭司、黑魔女、 猎宗马、万圣魔、南瓜魂和侮辱武士 而俺属性怪则是 黑狐、小恶魔、狗男女、邪恶使者、小巴、 拉链熊、暴炎小恶魔、鬼娃术和特斯拉 因为我们不知道活动道具掉落率如何 而且我们只有7天时间要收集 272个奖章加165个玻璃庆典加165个玻璃阴谋 活动才算毕业 而玻璃庆典和阴谋要不要抢交易所就看各位了 这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暗和不死属性 所以对各位暴怒们根本毫无压力 闲者和法师也可以无脑在活动打道具 所以这里要分享一些小秘诀给围骑士和略人们 翻刷时戴上这个自身上属性的武器 挂机时会比用平常的武器还要有效率哦 略人只要配合不死尾巴 兽人僵尸卡 配影灵魂卡 南瓜魂卡 体型卡 开15级去发秒怪难度很低呢 希望这个分享对你会有帮助88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